如何训练才能变得更细心呢? 我总是试图着变换另外一种角度,去看整个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。 刚刚认识这个时候,你用现在这个态度对待对方,可以不可以呢?可以,但是不可能一直这么持续下去。 你得给对方提供新鲜感,你得让对方觉得你有趣,你有责任维护一段感情,只要不涉及到原则和底线。 我们有很多变通的方式,重新看待一个问题,我们不要停留在言有的角度上,一直认为这个男生是那么的善良,一定会一直对我很好,这种角度永远不可能一而再的持续。 如果我们看小说呢,小说是为了方便我们判断问题,然后呢,他会给一个角色注入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不会变化的性格。 我们看很多爱情故事,我们发现这个男主角出场的时候,他性格是这样的,到了结束的时候,他也不会改变多少。 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,我们现实生活中呢,我们遇到一个人,比如说十年前我睡过一个姑娘,那么呢,十年之后我再见过他的时候,我们重新地再认识,再重新地见一面,再喝一次茶,再睡一次觉。 那么这次十年之前的他,这十年之后他是完全不同的。有时候你们的心系和不心系啊,就在于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对方已经变化了。 你们所谓的心系和不心系呢,好像说你们自己只要更加认真的观察就可以了。 实际上你们观察的有时候啊,只是在观察自己的想象,你们从头到尾都认定了对方是什么样的人,对方不会变化太大。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,我们得接受对方一直在变化,而我们也必须承受他的变化。 这时候呢,心系才有可能,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前提,不假设这个前提,不假设对方会变化这个前提,你再怎么用力的观察也是没有用的。 心系的基础呢,首先是承认对方会改变,承认自己也会改变,这才是心系的所有的前提。 感情被压抑的情况是时间可以解决的吗? 不成立的,因为感情一旦被压抑,它会不断的自我的生长。 很多人以为说,我只要压抑了这段感情,它就不会生长,恰恰相反。 你的理智压抑了自己的感情的话呢,它的感情它会横向发展的。 很奇怪,我们的人类一旦越压抑自己的感情,这个感情的反而一旦它得不到释放,它反而会更加的浓,更加的重, 更加的就好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你的心底了。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。 事实上要解决这个问题,反而是释放出去,把你的感情释放出去之后,或者是转移出去之后,才会被解决的。 你要是一直感情被压抑的情况下,那么呢,是时间可以解决的吗?解决不了,因为石头永远在那里。 你压抑了你的任何感情,它永远它就会停留,一直,你不去解决它,它是一块石头,它就放在那里,而且它会越来越大。 我人生所有的感情问题最终都是靠释放去解决的,靠转移到另外一个人去解决的。 你不可能永远压住你的感情,也压抑不了。 男人都是纸老虎子,假如这个男生年纪没有比你大几岁的话呢,你可能有很多方面不如这个男生,但是你肯定在某些方面对这个男生极别优势的。 实际上,我们跟一人发展感情关系的时候,是发展一种控制性的关系。 但有时候呢,并不一定是强者就主宰了整个一切的感情过程,有时候恰恰是弱者,在控制着强者。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借力使力,巧妙的使用你的力,就可以控制一段感情朝着你的方向发展。 前提是,你明白你翘杠杆的时间点对不对,假如有一块石头滚下来了,你这时候你再去翘杠杆了,那你是找死。 但是呢,假如在合适的情况之下,你用一根很小的杠杆把一块大石头翘起来,完全是可能的,也是做得到的。 而且并且能够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,这取决于你怎么样控制跟这个男人的关系。 女生是很奇怪的,女生多数的失败是特别着急着跟男人走向特别亲密的关系,而这恰恰很容易被男人操控了。 实际上合理的关系,或者说合适的关系呢,恰恰应该是你一直控制着跟这个男人的距离,而不是为了亲密而亲密。 你一旦跟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走向亲密的话,结果往往是很糟糕的。 如果你跟这个男生呢,有时候很亲近,有时候呢,又会很客观地看待这段感情,有时候又会把自己完全地抽离出来,完全地拒绝对方。 这时候呢,可能这段关系就会维持得特别长久。 不要轻易地认为,我全身心地爱对方就可以得到对方。 你投入越浓烈的爱,正常情况下是得不到回报的。